我们要这个社会好 必须要大家一起来观察 所谓的一个伟大社会的成就 需要你和我们 就是需要我们大家 齐心协力地来努力 我们这个社会 才会慢慢地步向和谐 然后才会慢慢地步向 我们可以安居乐业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 要再度感谢我们黄董事长黄主委 他能够给我们生而出 来办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我相信站在一个社会教育的角度 我们地上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角色 那么我们就是要来推动 这些社会青年协子 他们有一个具体的创意的想法 然后写出方案 那经过审查 然后我们有半年的时间 去追踪他怎么实践 然后这个具体方案 以后我们希望就 有一些很好案子 第一名第二名这个案子 我们希望社会各界各媒体 都能够再去追踪 把它变成社会的典范 以后能推广到全国去 这样子 谢谢 记得